第231章 霸王怒 下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的驾驶让林杰一瞪眼 原本已放下的鸳鸯双剑也重新横在身前 不愧是让我林杰折服过的人 就是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纵然要败 也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好 我便给你这个未来的小弟 一个最有尊严的败 嘿 云彻嘴角微微裂动 双眸闪动着危险的光芒 小朋友 你好像完全搞错了一件事 我举起这半截重剑 可不是为了败得有尊严 而是为了击败你 击败我 嗯 你确定 林杰眼睛瞪得更大了 云彻平淡地说道 坦白说 之前和你的交手 我并没有用出权力 在没有必要的时候 我会习惯性地保留一些实力 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因为我的众多精力告诉我 在人前每多展现一分力量 多亮出一张底牌 便会让自己多一分危险 不过 你不但能让我遍体轻伤 还斩断了我的重剑 这着实让我意外 你也的确有了让我认真对待的资格 我便以我手中的半截重剑 让你亲眼见识一下 什么是重剑 云彻的一番话 说得云淡风轻 却是大大 刺激了林杰的自尊心 让他极不服气的同时 也有了几分怒火 低吼道 好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权力 如果你能用这半截重剑剩了我 别说让我喊你老大 让我喊你亲爹都行 随着隔着百丈之远 但林月峰是何等耳利 林杰这句冲动加赌气的话一出 林月峰脸上的肌肉一阵哆嗦 喊爹就算了 要是被人知道 我有你这么大一个儿子 我还怎么把妹 准备 好好地揭下我这一剑 林杰刚要说话 但因为出口 便被他给咽了回去 眉宇之间 宁起一抹深深的诧异 手持半截重剑 云彻的天狼玉神点毫无保留地运转起来 转瞬之间 他与重剑的交流 便已达到完美无瑕的境界 气息与断裂的霸王巨剑 完完全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让霸王巨剑 不再是他手中的一件武器 而是化作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种气息完美融合的感觉极其微妙 而要做到这一步 堪比登天还难 林杰在折服天阳剑后 最后的愿望 便是将天阳剑完全征服 与之气息相容 虽然他天赋极高 但他知道自己要做到理想的这一点 至少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时间 而化作他人 绝大多数一生都不可能做到 之前云彻拿起重剑时 气势大气磅礴 如若一座无法撼动的山岳 但此时 林杰却分明感觉不到了重剑的气息 视线中 那半杰明明就被云彻抓在手里 但感觉 却告诉他 这把重剑已经不存在 而是完全地 融入了云彻的力量与灵魂之中 天衣无缝 无懈可击 这便是在龙神试炼的无尽平原之中 云彻猎猎数万强大悬兽后 收获的最大成果 这种感觉 正是林杰准备用一生去追求的完美境界 此时 却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了他的眼前 让他的灵魂剧烈激荡 剑 剑 这一次 云彻主动攻击 他滴滴跃起 半截重剑在他双手间挥洒 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跳斩 砸向林杰 云彻的重剑轰击 林杰已面对过多次 但这一次 重剑刚刚抬起时 他便有了一种彻底窒息的感觉 云彻身体跳起时 他仿佛看到了一座高不见顶的山岳凌空 向他撞来 明明只剩了半截重剑 但这一剑的威力与威势 却超出了之前每一剑 哄 重剑虽然断裂 但由于完整状态太过巨大 纵然只剩半截 也依旧有五尺之长 基本和林杰手中的鸳鸯双剑平齐 林杰身影一晃 如疾风般远远避开 云彻一剑落空 半截重剑 狠狠地砸在地面之上 带起一声山崩地裂般的巨响 煞石 碎石狂乱纷飞 沙尘漫天弥漫 一个数尺深的大坑 出现在了云彻的脚下 这一剑的威力 让林杰 还有论剑台周围所有的人 狠狠倒吸了一口凉气 晃流斩 林杰猛一吸气 鸳鸯双剑环绕着他的身体 快速飞舞 带起刀刀将空气空间 肆意撕裂的剑气剑芒 面对两把强大天弦剑的攻击 云彻的眼神出奇的平静 他看也不看两把天弦剑一眼 锁定林杰的位置 半截霸王巨剑 一剑一剑一剑的轰出 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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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彻的每一剑挥出 地上都会多出一个深深的巨坑 并伴随着震耳的巨响 和漫天飞舞的碎石沙尘 可以想象 那每一剑里 蕴藏的 近乎是灾难性的力量 轰鸣生生生震耳荡心 就如有一个巨人 正从远方踏地而来 坚硬无比的旋力屏障 也随着云彻每一剑的挥出 而大幅度站立 在云彻砸出第一剑 所有人便已惊呆 随着他的每一剑 便如在他们的耳边 心上 响起一声惊雷 当他的霸王巨剑被斩断 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比赛已结束时 他却以半截重剑 挥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剑又一剑 声威 还要远胜之前 他手持完整重剑时 之前 灵结还能以鸳鸯双剑将重剑风暴给撕裂 但 陡然间强胜了数倍的重剑力量 将筑满剑翼的鸳鸯双剑一次次轻易地震开 别说撕裂 就连靠近都不能 纵然 他以极高的身法和剑速 抓住破绽时 云彻却根本不理会以近身的鸳鸯双剑 尽管一剑轰出 那整整笼罩数丈范围的恐怖风暴 会逼得灵结不得不撤剑远远避开 赤 轰 赤 轰 刺耳的切裂声 震耳的轰鸣声交杂在一起 狠狠地撞击着所有人的听觉和灵魂 两人在交战中移动了数十个身位的距离 但他们的脚下 却多了上百个重叠在一起大坑 倒到裂痕更是密密麻麻 多得根本难以数清 整个论剑台中心被摧毁得面目全非 沙尘和碎石 一波波地扬起 高达十数丈 将两人的身影都几乎完全淹没 只能隐约看到两个晃动的影子 以及如流星火光般迅疾飞舞的青色 橙色剑芒 这 这是真的吗 云车的重剑明明被两把天旋剑给斩断了 为什么只有半截重剑的时候 威力却忽然一下子大了这么多 难道 难道云车之前根本就没有用出全力 连一半的实力都没有用出来 真玄境时机 我的老天 这到底是个天才 还是怪物 哄 云车一剑轰地 灵结虽然躲避得无比迅疾 但依然被波及 被冲击地向后倒飞而去 还未落地 灵结便目光冷光一闪 鸳鸯双剑在身前交错 清晨光芒变得无比浓烈 天威绝剑 断月 这是刚才灵结斩断霸王巨剑的一击 无论速度 威力 都极端恐怖 但云车已因这一剑吃了大亏 怎会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 在鸳鸯双剑剑芒闪动时 云车的视线便已冷凝 精力集中之下 快如闪电的两道剑芒速度 已不是那么可怕 在他的感知之中 划出了一道清晰的轨迹 不要以为 只有轻剑有剑芒 重剑 也可以有剑芒 面对这将霸王重剑都斩断的可怕一击 这次有足够准备 完全可以 以心神碎影避开的云车 却没有选择躲避 反而撩起了半截霸王巨剑 剑身之上 忽然蒙上了一层幽黑的旋力光芒 哼 云车一声爆吼 重剑对着飞射而来的断月剑芒 凶狠无比地撩起 随着一声几乎将人耳撕裂的呼啸声 一道巨大的漆黑剑芒 在所有人猛然收缩的瞳孔中 暴射而出 撞向了漆黑剑芒 是 什么 林月风末地站起 口中发出一声失控的惊寒 如果说林杰的轻 呈剑芒 是两弯戏月 那么来自云车的剑芒 便是一轮巨大的漆黑满月 哼 三道剑芒在半空相撞 来自三把剑的强横威力同时爆发 互相碰撞 交织 吞噬 迸发出梦幻般的杂色光团 光团之中 无数道剑气疯狂地涌动着 但这些剑气碰触到那轮漆黑满月 转眼之间 便会被绞碎得无影无踪 逐渐地 光团之中的青色与橙色越来越少 到最后完全消失 只缩小了不到一半的漆黑满月 猛然向前 飞向林杰 林杰一个大幅度一味 狼狈无比地贴身避开 他还未站稳 身后 便传来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他表情凝结 看着云彻 一时间愣在那里 天威绝见 断月 竟被云彻正面摧毁了 而且 试用的一把已经断裂 只剩半截的重剑 好 浩强 浩强 林杰无意识地低音起来 他此时才完全地明白 云彻之前说的并没有用出权力 并不是逞强扬威的话 面对此时的云彻 他有一种根本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短暂的安静 除了微风 便只剩下林杰沉重的喘气声 过了好一会儿 他的的气息和心绪 才终于平静 直起身体 直直看了云彻一眼后 忽然脚下一点 整个人弹射而起 一直跃到了几十丈高的高空 云彻忽然爆发的力量 震惊了所有人 也包括林月峰 他一而再地给予云彻 越来越高的评价 但云彻却是一次次地让他明白自己 依旧远远低估了他 当云彻甩出不可思议的重剑剑芒 将断月剑芒给完全摧毁时 他便知道 这一战 林杰已几乎不可能胜 他要用那一招了 林云抬起头 看着月至高空的小节 低声道 这或许是他 最后的希望了 林月峰轻轻地叹息一声 没想到 真是没想到 云彻竟然可以把重剑 发挥到如此的威力 我已经完全看不透 这个少年人 究竟是什么人 竟培养出了这么一个绝世妖孽 云彻抬头看向了上空的林杰 他的耳边 传来林杰慎重的声音 老大 这一招 你一定要接下来 因为如果你接不下来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死 我相信你能接得下 如果你接下了这一剑 我就心甘情愿地 当你的小弟 绝不后悔 说话间 天渊剑和天阳剑 已从林杰手中飞出 一左一右悬浮在了他的两边 剑身之上 释放出了无比强烈的剑之光芒 这是一种突破极限 打破场里的剑芒 剑芒在膨胀中 变得越来越刺眼 远远看去 就如天空之上 忽然多了两个青色与橙色的太阳 一股凌厉到极点的剑气 铺天盖地的照下 隐隐地会起了一个庞大的剑阵 云彻所在的位置 便是剑阵的中心 云彻扬起的头放下 双手缓缓攥紧残缺的霸王巨剑 允月沉腥之力 蓄势待发 而这时 霸王巨剑忽然一阵颤动 一抹黑芒微闪而过 与此同时 云彻的脑海之中 忽然多了一些 不知来自何方的灵魂片段 这些片段 记载了一个战场英雄 正是霸王的风姿 千军万马之中 他一剑麾下 带起如同山崩海啸般的气浪 数百个凶杀的敌人 在这一剑之下 血肉横飞 化作战场上的死亡骸骨 他每一剑 都仿佛能震荡苍穹和大地 敌军浩浩荡荡 不见尽头 却没有一个人 能进入他十丈之内 他的重剑肆意挥舞 在万钧之中 如入无人之境 而他所挥舞的 正是云彻手中的 这把霸王巨剑 这些灵魂片段 是霸王巨剑 那微小的灵性 所记载的灵性画面 也是他身为霸王之剑 毕生不会忘却的荣耀 云月沉兴的力量消散 云彻闭上了眼睛 寻着灵魂片段中的 那个霸王的姿势 举起了半截霸王巨剑 一股霸道无比的剑势 在重剑之上缓缓凝聚 老伙剑 谢谢你在最后 给予我的珍贵礼物 这一剑 便名为霸王怒 本章完 第232章 霸王终结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天危绝 剑终结是 天要 灵结一声大吼 青色与橙色的光芒 忽然在空中同时爆开 爆发出遮天蔽日的剑芒 这些剑芒之强烈 之耀眼 竟几乎遮蔽了 苍穹之上的太阳之芒 这恐怖的剑芒之中 由两把天旋剑 释放的无数剑气纵横盘旋 最后凝成了一把 十丈之长的青城巨剑 从上空坠落而下 碰 整个旋力屏障 在磅礴如海啸般的 箭矢压迫下 直接崩碎 一道道裂痕 在论剑台上疯狂蔓延 最长的一道 直接蔓延到了 御剑台的边缘 云彻所在的论剑台中心位置 地面开始了大幅度下陷 这样的阵势 让不少弟子 在胆战心惊中 迅速聚起护身旋力 灵结的这一招终结剑 仅仅是剑势 便已如此恐怖 其威力之大 简直无法想象 而处在正中心的云彻 却一直站在那里 没有半点 要撤开的架势 神色也是一片淡然 别说金句 连一丝凝重都没有 分明是要硬抗这一剑 林月峰站了起来 看着云彻的架势 他嘀嘀地道 如果你能硬接下这一剑 别说杰儿 连我都会佩服你 看着下方的云彻 没有要躲开的意思 灵结的双目 也泛起强烈的异彩 他将所有的旋力 剑意 甚至意志都毫无保留的 全部释放 凝成的 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把天药之剑 纵然是和他一直想打败的大哥灵云对战 他也从来没有如此的毫无保留 接不下 我上 接下了 你就有十分的资格 让我灵结当你的小弟 天药之剑 如一颗着眼的星辰般坠下 强大的压迫下 云彻的头发 衣服 都紧紧地压在皮肤上 但他的身躯 却是一动未动 双脚虽然深深下陷 但却如定在地上般 没有半丝偏移 手中的半截重剑上 一层霸道无匹的气息 在这股压迫下 非但没有沉浸 反而更加剧烈地沸腾起来 天药之剑越来越近 从他开始下落 不到一息的时间 论剑台中心区域 至少下降了一尺 台面上更是多了 数不清的裂痕 云彻的半个身体 都被压制到了地面之下 身上的衣服 更是被缭乱的剑气 切成了无数碎条 十丈 五丈 三丈 一丈 五尺 霸王 鹿 就在巨大的天药之剑剑间 距离头顶 还有不到五尺的距离时 一直沉静的云彻 就如一头忽然觉醒的怒龙 全身的旋力在一瞬间爆发 大吼声中 力气环绕的半截霸王巨剑 毫无畏惧地迎向了坠下的天药之剑 那一声霸道的剑笑 便如一头黑暗魔神的傲然咆哮 就在云彻的头顶 不到五尺的距离 霸王巨剑的断口 狠狠地撞击在了天药之剑的剑间之上 哄 一声巨响 宛若雷霆将士 响彻了整个论剑台 甚至响彻了大半个天剑山庄 让所有人的心脏这一刹那 全部剧烈站立 巨响之中 两股如火山咆哮般的力量同时爆发 在撞击中向周围疯狂扩散而去 一阵可怕的风暴 在论剑台上席卷而起 从中心 蔓延向坐满了看重的边缘 强烈到极点的旋力光芒 笼罩了云彻和灵结的身影 甚至把天药之剑都完全遮蔽 从远方的天空看去 就如一团赤火在地面上炸开 这团赤火之中 无数条青色 橙色的光芒 如倒倒游龙般呼啸盘旋 整个论剑台开始颤抖 倒倒宽大的裂痕一路蔓延 最大的一条 将整个论剑台给切成了两半 除了云彻 林无垢距离天药之间的展落位置最近 以他天旋后期的旋力 这样的力量当然难以伤得了他 但纵然是他也不敢等闲视之 他没有试图去修复旋力屏障 而是远远跃开 然后一声低吼 旋力外放 将蔓延至自己所在方向的剑气全部抵挡 同时 论剑台的其他方位 也分别跃出一个天剑山庄的强者 将蔓延的剑气封锁 以防伤到边缘旋力低微的年轻选者们 天药之剑的威力 大大的超出了云彻的预料 但云彻以半截重剑挥出的一击 威力之大更是让林杰震惊无比 倾注林杰所有力量与剑意的天药之剑 在被霸王巨剑碰触的那一刻 竟就那么停滞在了半空 两股力量的疯狂爆发中 天药巨剑却是再也无法下落半分 十几息之后 一丝微小的裂痕 在天药之剑的剑尖上出现 随之 这丝裂痕快速蔓延 从剑尖延伸至剑身 一直到达顶部 哄 又是一声巨响传来 将天空的几朵云彩都给震散 这次 是天药之剑从正中崩裂的声音 鸳鸯双剑斩断了霸王巨剑 而断裂的霸王巨剑 在这一刻 用更加霸道凶狠的方式 轰断了鸳鸯双剑所同时 凝成的天药之剑 这是霸王的怒火 霸王的报复 亦是霸王的尊严与骄傲 天药之剑断裂 而且不是横向断裂 是更加彻底的纵向断裂 那些如狂风骤雨般的缭乱剑气 也因力量主体的断裂 而快速消散 润剑台的战力逐渐平息 上空的风暴也停止了呼啸 逐渐消逝的力量光芒中 凌杰的身影高高的跃出 随着颈风一直飘到了数十丈之外 无力地落在了地上 双脚碰触到地面时 他的身体一阵剧烈摇晃 有些艰难的站稳 天阳剑和天渊剑 依然被他牢牢地抓在手里 只是此时的鸳鸯双剑 却失去了自己的力量光芒 变得暗淡无光 他的脸色 也苍白地无一丝血色 笼罩云车的沙尘和旋力风暴 随风消散 终于映出了云车的身影 他的周围 是一个进场五十多丈 身两丈有余的大坑 他便站在大坑的正中心 如此的大坑 表面却是光滑如镜 几乎看不到一处坑洼 可想而知 刚才纵横其中的剑气 是多么的凌厉可怖 整个论剑台此时看上去 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或许任谁都不会相信 这样的场景 竟是一个零玄境 与一个真玄境的 选者激战所造成 此时的云彻 头发凌乱不堪 满脸灰尘 身上的衣服 更是破烂到极点 基本已不能 被称之为衣服 而是一缕缕凌乱的布条 好在关键部位 还能勉强遮住 否则 就算他脸皮厚如城墙 也别想架得住 从他裸露大半的身体上 可以看到数不清的细小伤口 但也只是一些细小伤口 对一个选者来说 根本毫无大碍 别说重伤 连一丝像样的创伤都没有 离他最近的灵结 看着云彻的状态 差点没把两个眼珠子给瞪出来 他之前还提醒云彻 如果接不下来的话 便有可能会死 而他自信 云彻纵然接下来 也必然狼狈不堪 死活都没想到 自己倾注一切建议和旋利的一击 居然特么地止碎了他的衣服 和造成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伤 光荡 平时视若生命的爱剑 被灵结直接扔到了地上 他一屁股坐下 崩溃般地叫嚷道 不打了不打了 我认输 啊 我灵结 以后再再再 再也不和你这个变态打了 说出我认输三个字后 灵结顿时觉得一身轻松 仿佛一直压在身上的沉重大石被卸下 这一战 他倾尽了全力 纵然败了 也本该是畅快淋漓 大感痛快 但之前的交战 灵结最大的感觉 却是难受二字 他从来没有哪一架 打得如此难受 平时和天剑山庄里的师兄弟过招 即使对方胜他好几倍 他也毫不畏惧 如一头幼虎般与之凶猛对战 纵然受伤 也不会有半点忌惮和退缩 但和云彻交手 却无时无刻不再提心吊胆 被轻剑划上 或刺上一剑 只要避开要害 顶多是一道伤口 但被重剑给碰上 整个身体被砸断 都毫不夸张 他的剑灵活多变 迅疾如风 鬼神莫测 但在云彻的重剑面前 却基本都成了摆设 任你剑速再快 剑光再多 角度在刁钻 我只管一剑轰过去 要么把所有的剑光全部震开 要么逼得你不得不收剑 逼得远远的 交手时 灵结大部分时间 可以说是近不得 远不得 云彻每动一剑 他都是战战兢兢 畏首畏尾 全程精神紧绷 不敢有一丝松懈 无论心里还是身体上 都像被压着一块巨大的石头 让他喘不动气 这种被死死压制的感觉 简直难受的 让他急欲吐血 一句 我输了 那种轻松的感觉 让灵结长松一口气 然后大口地喘息起来 他再也不想和云彻交手这句话 完全是发自肺腑 绝不是冲动 说着玩的 天剑山庄 在很久很久之前 也曾有过重剑一戏 但这一戏 却以极快的速度没落 很多年前 重剑戏的最后一个长老 去闯荡死亡荒原 然后再也没有出来 重剑一戏 也在天剑山庄彻底断绝 唯有存在于论剑台的几把重剑 成为了天剑山庄重剑戏存在过的最后痕迹 林岳峰对他说过 重剑只适合于战场 而不适合于选者 就连以剑为尊 任何剑戏 都有的天威剑狱 也早已没有了重剑一戏 他甚至说过 修炼重剑的选者 都是十足的蠢材 但如今 亲身领略到了重剑的恐怖 灵结很想亲口对父亲林岳峰吼一句 你妹啊 本章完 第233章 天威剑狱的橄榄枝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天剑山庄灵结认输 苍风皇室云彻盛 进入明日的最终站 林无垢呆了整整三夕 侧目看了林岳峰一眼后 才用带着深深异样的声音 宣布了这个结果 啪啪 啪啪啪啪 论剑台的边缘 忽然响起了响亮的拍掌声 起初只是零星几个 然后快速扩散至一小片 一大片 最终几乎所有人 包括一些宗门掌者 都站起身来 面带异彩的 发起赞叹的掌声 在排位战历史上 精彩对决后的掌声很常见 但如此热烈 响彻全场的掌声 却极其罕见 但这一战 对得起满场的喝彩 很多道场的宗门 并没有取得太理想的排位 但亲眼目睹了这一战 他们都一种庆幸到来的感觉 因为他们亲眼见识到了 天剑的风姿 和重剑的神威 更见证了两个必定成为苍锋未来皇者的少年的第一次对决 而此刻回想起 他们一个只有16岁 一个只有17岁 一个旋力只有林玄境6级 一个才真玄境10级 人们的心脏 无不是一阵不受控制的战力 林无垢宣布 他胜利的声音 和满场的喝彩声 在耳边环绕 云彻的脸上 却并没有露出什么兴奋的表情 而是漠然地看着手中的半截霸王巨剑 只剩下半截的霸王巨剑 此时已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痕 一声轻风轻轻拂过 带起云彻的发烧 也带起了霸王巨剑破碎的剑体 一块块漆黑碎片 从剑上接连散落 落在了云彻的脚边 最后留在云彻手里的 只剩下一个沉重的剑柄 曾经威灵战场 成就霸王之名的霸王巨剑 终于在今日在云彻的手下 寿终正寝 云彻蹲下身来 把碎片全部细心地收起 没有让任何一片遗落 最后 剑柄也被他收入天毒株之中 看着云彻空荡荡的双手 和脸上不知怎么形容的表情 一步步挪过来的灵结 神色一阵发炯 作为用剑之人 他当然最清楚 爱剑意味着什么 那是近乎亲人般的存在 他憋了好半天 才弱弱地道 老大 御剑台那边 也有不少重剑 其中有三四把 也是地玄级的 我赔给你 你就算要全拿走 都没关系 话一出口 灵结便下定决定 如果云彻真的要把 所有的地玄重剑拿走 就算父亲反对 他也一定想尽办法 如云彻所愿 不用了 云彻很随意地一笑 我早说过了 能毁掉 它是你的本事 没必要觉得愧疚之类 咋样 现在服了吗 见他笑得毫无芥蒂 灵结放下心来 心中的忐忑 也转为了一种暖暖的感觉 嘿嘿 服了 彻底服了 嘴上服气 心里服气 全身上下都服气 以后你就是我灵结的云老大 哎呀 老大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你才真悬进石杰 居然就这么厉害 你半年前 实力明明差我一大截 现在却能顽虐我 还有你的身体 到底是怎么练的 简直比石头还硬啊 还有还有 老大 我老爹说 中剑是最没前途的武器 为什么你用得这么厉害 跟你打了一架 连我都想该修中剑了 灵结的这几声老大 喊得心甘情愿 顺顺畅畅 他目视云彻 双眼放光 一连串的问题接连而出 每一个问题 他都极想知道答案 不过云彻只回答了最后一个 中剑是最适合我的武器 但不适合于大多数人 你可千万别脑袋发热去玩中剑 嘿嘿 灵结傻傻一笑 他当然 也只是随口说说 灵结的旋力透支 基本是被云彻半扶着 走下论剑台 这时 极少有什么动静的灵坤 却从座位上缓缓地站了起来 目光转向了云彻 在巨大的论剑台上 他的这么一个举动 可以说极不起眼 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在一种莫名气场的牵引下 全部下意识地看向了他 他忽然起身的举动 也让所有人心里一戈登 天威见玉 一个对他们来说 神圣而遥远 近乎神话般的存在 掌声一下子停止了 整个论剑台 也变得落真可闻 所有人平住呼吸 等着看 这个来自天威见玉的高人 究竟要做什么 年轻人 你是叫云彻对吗 林坤看着云彻 笑呵呵地道 声音很是温和 云彻脚步一顿 心中恍过一抹惊讶 他微一点头 不卑不亢地道 是 晚辈云彻 不知林前辈有何指教 你现在 是这个苍丰帝国皇室所立的玄辅弟子 林坤问道 是 林坤缓缓点头 说出了一句石破天经的话 那你可有兴趣 加入我天威见玉 林坤的这句话 每一个字 都如在人们耳边响起一声惊雷 琴无伤愣住 苍月愣住 就连林岳峰都完全愣在那里 全场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的深深的惊呆之色 天威见玉 四大圣地之一 是天玄大陆至高无上的存在 能入天威见玉的 无不是当时巅峰层面的人 毫不夸张地说 在天威见玉 就算是一个看门小厮 到了苍丰帝国 都能成为威名远扬的一派宗师 地位之上 更是足以胜过一国帝皇 在场的众多年轻选者 都是天才级别的人物 但却没有一个曾奢望过 能进入四大圣地之一 即使是凌云 也从未有过 在天玄七国中 苍丰帝国的国欲最小 国力最弱 也是距离四大圣地最遥远的国度 四大圣地的名字 他们都只在传说中听过 极大多数的人一生 都不可能接触到一丝一毫 但如今 这传说中神话般的圣地 却主动向一个十七岁的少年 抛出了橄榄枝 一道道目光 集中在云彻的身上 震惊 艳羡 惊叹 妒忌 难以置信 焚天门作息 焚绝成的脸色 变得无比之难看 重伤焚绝壁 又让焚天门蒙羞 还触碰他的逆灵 让他内心充满愤怒和耻辱 云彻早已被他列入必杀之人 但 若云彻成为了天威剑狱之人 别说他 就是他的父亲焚断魂见了他 都要客气有加 甚至恭敬三分 整个苍锋帝国都无人敢冒犯 纵然他有一万分的把握 能杀掉云彻 也绝对绝对不敢再动手 杀天威绝剑的人 那是在 拖着整个焚天门找死 天威剑狱 那是一个我连做梦 都不敢想的地方 秦无伤满面惊叹 连天威剑狱都主动青睐于他 他的未来 我已经完全无法预知了 以他的资质 根本不是小小的苍锋悬浮所配拥有 或许也只有这四大圣地 才是最有资格让他停留的地方 也许用不了多久 能与他认识一场 都是足以让我骄傲一生的事 呵呵呵 秦无伤温和地笑 苍月的情绪 则是一阵复杂 天威剑狱抛出的橄榄枝 足以让天下所有选者 羡慕极度到发狂 他为云彻而惊喜 但同时心中 也生出了深深的失落和不安 他才十七岁 便已有资格进入到那个梦幻般的层面 未来根本无法预期 自己与他的差距 到时将是天壤之别 自己能配得上他吗 他若去了天威剑狱 还会回来苍锋帝国这个小小的地方吗 云彻身边的林杰 张大了嘴巴 然后一脸兴奋地向云彻道 老大 天威剑狱 天威剑狱啊 那可是圣地啊 太好了 老大 实在是太厉害了 云彻的眉头动了动 他没有如人们所预料般的欣喜若狂 脸上只有一片让人惊讶的平静 他上前一步 礼貌地道 万分感谢林前辈看得起晚辈 只是 晚辈现在是苍锋悬浮的一个内府弟子 暂时并没有离府的打算 而且 晚辈在这里还有诸多的恩怨未了 纵然心中无限神望 但也无法让自己抽身离开 只能深陷林前辈的错爱和好意 云彻的回答 完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 他们瞪大眼睛 全部怀疑 云彻是不是疯了 被天威剑狱主动招揽 多少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他竟然拒绝了 反而甘愿 留在一个小小的苍锋悬浮 这简直是只有白痴和疯子 才会做出的回答 林坤却没生气 反而平和地笑了起来 好 虽然年轻 却不骄不躁 不慌不忘 实在是难得 我之所以想带你入天威剑狱 并不是因为你所表现出来的天赋资质 你的天赋资质 在这个国度 虽然足够惊人 但在圣地之中 却连平庸都算不上 我看中的 是你对仲剑那完美的驾驭能力 天威剑狱 曾经也有仲剑一戏 但最终没落 而你 却让我看到了仲剑的希望 我不方便 问你的师父是谁 但你若加入天威剑狱 或许有可能重振仲剑仪戏 若你能做到 将来成为天威剑狱的长老级人物 也绝非不可能 死 天威剑狱的长老级人物 这几个字 让不少人暗中猛吸冷气 那可是天剑山庄庄主林月峰 都没资格见到的人物 云彻依然很是镇定 没什么犹豫地直接回答道 林前辈的盛情 晚辈铭记于心 待晚辈在这里的恩怨了却 一定慎重地考虑此事 好 林坤依旧没有生气 反而赞赏地点头 我很欣赏你的性格 既然如此 我也不勉强你 来 拿着这个 林坤手指一弹 一块拳头大小 深紫色的玉石频频飞出 被云彻抓在了手中 林坤手掌收回 淡淡道 这是能在三十万里之内 直接与我对话的特殊传音时 在你决定加入我天威剑玉石 便以他传音给我 我会指引你 到来天威剑玉 然后带你去面见剑主大人 相信剑主大人 对你的重剑驾驭能力 一定无比感兴趣 被云彻两次拒绝 林坤不但不发怒 反而给云彻留下了传音玉石 这份青睐 可说是厚重到了极点 让不少人眼红的 都快滴出血来 不过林坤也有万分的自信 云彻会在不久后的一天 主动联系他 天威剑玉的橄榄枝 是任何一个年轻选者 都根本不可能抗拒的诱惑 本章完 第234章 青月VS凌云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回到苍丰皇室的坐席 苍月捧着装满伤药的瓶瓶罐罐 快步迎了上来 拿起纱巾 轻轻擦拭起他额头上的伤口 云师弟 有没有哪里伤得很重 有没有受到什么内伤 放心好了 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轻伤 我随便睡一觉 就能好得差不多了 云彻一脸轻松地道 云彻的脸色红润 呼吸平稳 连激战后的急促都没有 碎衣之下的伤口 也基本都是一些红痕 连血珠的痕迹都看不到几处 苍月放下心来 打亮他一眼 忽而扑斥一笑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是刚从深山里爬出来的野人一样 一阵风吹过 云彻顿时感觉全身凉嗖嗖的 像是没穿衣服一样 他连忙从天毒珠里 拿出一身比较宽松的衣服 罩在了身上 他的耳边传来情无伤意味深长地说道 云彻 为什么你会放弃进入天威剑狱 连这种梦幻之地都拒绝 一定是有什么极其重要的理由吧 嗯 算是吧 云彻点头 天威剑狱对我的确有着极其巨大的诱惑 但对我来说 有很多事物 比天威剑狱重要千百倍 说完 他转眸看了苍月一眼 微微而笑 苍月微微一正 然后也柔柔地笑了起来 一抹水雾在眼眶中悄悄拧起 足够了 有他这句话 有他这个眼神和微笑 这一辈子都足够了 真不像是你这个年纪的年轻人 说出来的话 秦无伤的脸上满是赞赏 然后眼睛微眯 微笑道 那么 明天的最终战 你有几分获胜的把握 之前的比赛 秦无伤一次次地以为 那便是云彻在排位战的终点 再也不可能前进 但云彻却以一场又一场完胜 一次次地让他知道自己彻彻底底地低估了这个少年 如今 面对怎么想都不可能战胜的凌云 秦无伤却反而不再断言 他明日没有胜的可能 而是以一种极其认真期待的语气 问他有几分获胜的把握 云彻没有考虑 直接摇头 毫无把握 明天的对手 实在是太强 就算败了 也没关系 毕竟凌云已经超出了年轻选择所能达到的层面 秦无伤呵呵而笑 而且 你已经出进了这场排位战最大的风头 我相信 在大多数人眼里 你已经是这场排位战最大的胜者 说话间 云彻感觉到 一丝阴冷的感觉 从背上扫过 他转过身来 目光瞥了坟天门所在的位置一眼 冷然一笑 云彻出乎意料地 拒绝加入天威剑狱 让坟绝成大叔一口气 同时对云彻的杀心 更是强盛了数倍 他绝不认为 云彻会真的抗拒得了 加入天威剑狱这个天大诱惑 现在不加入 用不了多久 也会主动找上林昆 他的手里 可是还有着林昆亲手给的传音玉石 那么 若要杀云彻 就必须加快速度了 必须在他成为天威剑狱的人之前 那么 最好的时机 就是 坟绝成的目光一扫 然后落在了天枪雷火宝的坐席位置 他看到木天北的脸色难看的 就像刚吞了大便 虽然隔得很远 但隐约能捕捉到他一双阴眼中 不识恍过的恨意和杀鸡 看来 有一把好刀可以用 坟绝成手脱下巴 森然地笑了起来 用了不短的时间 满目创意的论剑台 总算被紧急修复的还算平整 林无垢重新走到论剑台中央 宣布第二场对战即将开始 去吧 林月峰向林昀一摆手 林昀点头 未见他脚下有什么动作和旋力波动 整个人便以飞升而起 身处半空时 手掌虚空一抓 原本在林杰手中的天阳剑 便自发飞起 飞到了他的手中 下一瞬 他已落在了论剑台的中心 灼然而立 衣媚飘飘 面如关玉 谋若秋水 俊逸出尘 顿时让很多少女目战桃花 心跳不已 清月 去吧 若是战胜了林昀 这场排位战 我们便已提前拿到了第一位 楚月里出声道 声音很是笃定 一阵冰临飘动 寒气微样 夏清月也无声无息地落在了林昀的面前 依旧白衣蓝铃 面遮冰纱 只有一双星辰般的眸子 闪动着绝美的光滑 近距离看着这双眸子 凌云平静的眼波 竟出现了刹那的尸神 因为这是一双他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 这种漂亮无法形容 无法诠释 他清晰地感觉着自己 在注视这双美眸时 意志 灵魂 都在被深深地吸引 让他几乎无法一开目光 好美的眼睛 面纱之下 应该是一个美如仙子的女孩吧 林昀在心中默然想到 同时生出了 想要一窥他真言的渴望 他天央剑一荡 向夏清月行了一个简单的剑礼 天剑山庄弟子林昀 请夏仙子赐教 夏清月没有回应 无声无息 如若冰雕 剑两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林无垢也不再拖延 高声道 四位战第二场 天剑山庄林昀 对战兵云先攻夏清月 对战开始 有云彻与林杰那充满震撼的对决 作为陪衬 人们对这一战并没有多少的期待 这是一场已经注定结果的比赛 因为有一方是凌云 而有凌云的交战 毫无疑问将是单方面的碾压 就如秦无商所言 凌云的实力已超出了年轻一倍的层面 同辈之中 根本不可能找出一个能与他匹敌的人 如果没有莫莉的话 云彻的想法和其他人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但莫莉对夏清月的评价 让云彻对这场比赛充满了异样的期待 关注的焦点 也从凌云身上转移到夏清月身上 而这场比赛无论谁胜 明日都注定是一场艰难万分的苦战 凌云胜 凌玄境六级的凌杰已是那么厉害 第玄境三级的凌云有多强大 可想而知 而若万一是夏清月胜 连凌云都能战胜的夏清月 毫无疑问是更加恐怖的对手 夏清月真的有可能战胜在17岁时 就夺得排位战第一位的凌云吗 凌云仗尖而立 周身渐气微荡 却是一动不动 对方是个女孩 而且年龄 旋力都要比她低得多 她当然不会主动出手 夏清月玉手一扬 寒光闪动间 她的手上已多了一把晶莹剔透的冰晶长剑 随着冰云绝的运转 她周身冰铃飘动 足踏莲花 冰云十三剑之起手是雪月无声轻轻秒秒地刺出 动作娇美优雅 看上去毫无杀伤力 只看到人们一阵赏心悦目 但唯有凌云深深感觉到了一股迎面来的刺骨寒意 凌云左手倒背身后 脚下只是简单错步 没有施展任何身法旋迹 天渊剑起也未挥出什么剑技 泰然迎击 叮叮叮叮叮 随着凌云轻描淡写的剑舞 天渊剑与冰晶剑在转眼间碰撞了几十次 他们的周围也飘动起大片淡蓝色的冰滑 和冰莲破碎时飞散的冰临 之前云彻和凌杰的一战招招取敌 招招凶狠惊险 但凌云和夏清月的交手 却仿佛是一对俊男美女的优雅起舞 美不胜收 呵呵 看起来云儿是想给对方留一点颜面 凌云风笑呵呵地道 那是自然 云儿的心性善良 这是四位战 对手又只是一个女孩子 她断然不会像之前那样抬手间将对方挫败 薛元玉凤淡笑着道 夏清月的剑姿如蓝蝶起舞 凌云则是信不闲停 随着几十朵冰莲的香气盛开 凋零 两人的剑也撞击了数百次 一副势均力敌的和谐景象 而云彻却是看得两眼直冒火 你大爱的凌云 老子都没和清月老婆一起舞过剑 你特么的 居然还享受起来 明天的对手要是你 看我不一剑 把你砸到脚底下去 叮 双剑相撞 一朵冰莲在双剑碰撞的位置 华丽地爆开 凌云身体一个翻转 落在了五丈之外 天渊剑一横 眼神一凝 剑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环绕在他身上 剑上的剑翼 也如绝地的洪水一般 骤然爆发 夏仙子 得罪了 声音落下 凌云手掌一番 旋力与剑翼涌动间 天渊剑忽然化作一道流光 飞向了夏清月 在飞射过程中 天渊剑的剑光快速地分散 从一把化作十几把 再到几十把 几百把 最后化作一片铺天盖地的剑阵 如一个庞大的流星群般 向夏清月笼罩而下 哇 论剑台上 响起了一大片的惊呼声 这一招 他们在之前凌杰和云车的对战中 刚亲眼目睹过 正是那一招天威剑阵 天星缭乱 但凌云的这一招天星缭乱 正是之上比凌杰所施展的 要强出何止十倍 凌杰不过散其百道剑光 而凌云却是散出了千道剑芒 而且每一道剑芒都刺目地 让人无法直视 威力之上 比之凌杰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凌云的恐怖实力 从这一招之上便可见一斑 看来 比赛已经结束了 几乎所有人都在心里这么想着 这样的阵势 让一些宗门长者都胆战心惊 年轻一辈 根本不可能有人接得下 凌杰不可能 云车也不可能 夏清月更不可能 本章完 第235章 青世先言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夏清月被完全笼罩在剑阵之中 前方 后方 左方 右方 上方 全是凌厉无比的剑光 换一个人 面对着根本不应该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的恐怖阵势 只怕双腿都会直接下软 但他水晶般的毛子里却没有一丝的波澜 郊区如青云般飘起 冰晶剑舞动间 十几朵冰莲在他的周围同时绽放 而且每一朵都比之前要大出数倍 所释放的寒气更是让空间都为之一宁 周围空气的温度以一个恐怖的速度急速下降着 嗯 林月峰原本平淡的脸色顿时一变 十几朵巨大冰莲同时爆开 这绝非林玄境八级所能做到 林云之前未发挥出全部实力 夏青月 分明也是如此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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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密麻麻的剑芒 密集的打在冰莲之上 或者当场破碎 或者直接被冰封在冰莲花瓣间 再也无法寸进 之前的冰莲 林云随手一剑便可击碎 但这些巨大冰莲 在上千剑芒的冲击之下 却没有一朵凋谢 转眼之间 每一朵冰莲之上 都插满了被冰封的剑芒 而一些没有碰触冰莲的剑芒 也在即将临近夏青月身体时 停滞在了那里 将林云以旋力和剑意所化的剑芒 都给冰封 这些冰莲所蕴藏的寒气之恐怖 可想而知 这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一幕 林云更是心神大振 之前她和夏青月对剑数百次 只是不想 让对方败得太快而难堪 而这一剑虽未尽全力 但她本来有着万分的自信 将直接终结比赛 怎么都没想到 竟被对方完完全全地接了下来 没有一道碰触到她的身体 林云的反应极快 看着那些被冰封的剑芒 她眸中剑光一闪 身体呼如雷电般冲出 虚空一抓 天渊剑便已回到她的手中 那一刹那 随着天渊剑清光一闪 她整个人瞬间消失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一道青涩的流光 就如苍穹坠下的闪耀流星 在论剑台之上一闪而过 这道流星直线划过所有的冰帘 也划过了夏青月的身体 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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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朵冰帘和被冰封的剑芒 在同一时间全部破碎 化作漫天冰晶 论剑台中心顿时如下起了一场冰晶暴雨 而凌云的真身出现在了夏青月身后十几丈的位置 当人们的目光重新锁定她的位置时 每个人的内心都被骇然冲凝 除了少数的年长强者 没有一个人看清她究竟是怎么移动到了那里 他们的眼睛所捕捉到的 只有一道忽然闪过的青色流光 这一剑之惊艳 无法用任何词早去形容 好 快 云彻师声道 她感觉得到 这流光一般的速度 并不是什么身法玄技 而是来自天冤剑 普通的境界 是以人欲剑 而凌云刚才那一剑 却是在她强大剑意的催动下剑带人行 而非人带剑行 横在身前的手臂缓缓放下 凌云低声道 认输吧 虽然你比我预想的要强很多 但依然不可能是 我的对手 我不想误伤仙子 说话间 她也缓缓转过身来 而就在她身体完全转过 目光回过夏清月身上时 她的声音忽然死死地卡在喉咙里 再也无法说出一个字 平时总是 毫无波澜的眼睛 却在刹那间变呆滞 就连大脑 都变得一片空白 视线 脑海之中 只剩下一张 仿佛来自幻梦世界的天眼 夏清月右臂的衣袖 随着中间的一道长长裂痕 垂落了下来 露出了半截雪白的玉壁 而凌云那一件 切裂的不仅仅是 她的半截衣袖 随着一阵 混入寒气的微风飘过 夏清月脸上的雪白面纱 缓缓飘落下 一支牢牢掩盖的真言 就此毫无遮掩地 展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整个论剑台 煞时变得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完全屏息 夏清月的肌肤很白很白 但绝不是那种 让人看着不舒服的苍白 而是一种如最纯净的冰雪 最无瑕的阳之白玉一般的银白 天空照射而下的光线 并不强烈 但它的雪颜 却银白地让人目眩 就如冬日里映着阳光熠熠生辉的霜雪一般 垂落的半截衣袖下所露出的玉壁 更是流动着慈欲一般的流光 美得让人屏息 抛开其他的一切 仅仅是这赛雪七霜的肌肤 就足以让天下男人为之亡魂失破 雪姬之上 点缀着弯月般的细长柳眉 和清澈深邃的碱水双瞳 香塞圣雪 美夜如湿如画 两半胶唇 就如一抹老天爷 用尽心血妙手勾画出来的粉红胭脂 美地惊心动魄 而当这一切 都集中于一个女子的身上 展现的是一种让苍穹和大地 日月与星辰 都为之失色的绝美风景 夏清月展露容颜的那一刻 绝美的光滑 在一瞬间 遮蔽了其他所有的色彩 她们的呼吸为之平住 心跳都几乎停止 心中 荡动着极其相似的一句话 这是来自天上的哲臣仙女吗 人间 怎么可能存在这样的角色仙迹 受到冲击力最大的 无疑是那些年轻的选者们 她们的视线已彻底崩直 在不知不觉中 魂飞天外 纵然是那些平日里 从不缺少美女在策的宗门继承者 也是目瞪神呆 视线中 星海中 完全被夏清月的天资充斥 都感觉不到了自己的存在 就连那些中年 甚至头发胡子花白的长者 都是神情呆滞 目眩神迷 萧宗的萧狂宇 萧狂雷 萧镇 萧南 呈现着完全一样的神情 如掉了魂一般的呆看着 坟天门的坟绝成 在无意识间从座位上站起 双目投射着从未有过的痴迷 连他们的反应都是如此 其他人可想而知 而全场最淡定的 却反倒是旋力最最低微的夏圆霸 哦 姐姐 果然变得更好看了 夏圆霸很小声地道 现场忽然变得奇怪的气氛 让他一阵左看右看 最后看了一眼云彻 一头雾水地嘀咕道 大家的样子都好奇怪 就连姐夫也是一样 与夏清月大婚那天的相见 让云彻大为惊艳 而如今 他又一次被他深深地惊艳到 十八个月的时间 可以让一个少女 发生相当大的变化 十六岁的夏清月 便已美得不似人间少女 如今已十七岁半的夏清月 再加之冰云仙宫的冰雪滋养 已只能用美绝人寰来形容 让他 都看得呆滞 这也是 他为什么会戴着面纱的唯一理由 不要说男人 同为女子的苍月 都被深深地震撼 他同样有着绝美的容貌 更有着极为高贵的身份 但在这种不该出现在凡间的仙子面前 他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自残行贿 自愧不如的感觉 他知道自己不应该有这种感觉 但看着夏清月的风姿 这种感觉 却是不受控制的肆意滋生 转眸 看着云彻那呆滞的眼神 他伸出手 紧紧地抓着她的衣袖 一些曾参加过三十年前排卫战的长者会发现 这一幕像极了当年楚月缠面纱掉落时 当初的画面 三十年后 在同一个舞台上再度上演 同样 是源自一个冰云仙宫的女弟子 默默地看着全场的反应 回想起当年那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林月峰的眼眶出现了些微的湿润 他失神之中 没有发现 身侧的薛元玉凤 一直都在注视着她 她的反应让薛元玉凤缓慢地收紧眉头 随之 他转头看向自己的儿子林云 他距离夏清月最近 眼神之中 透露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朦胧神采 这种神采 他纵然是在十七岁那年 征服天渊剑时都未露出过 薛元玉凤的胸口 剧烈地起伏了一下 口中 发出一声低音 冰云仙功 当年祸害了我的丈夫 现在 又要害的我的儿子 不他父亲的后尘吗 这声低音很轻 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其中夹杂着一种 近似怨恨的东西 而更多的是嫉妒 女人间的嫉妒 并不只会发生在同龄之间 容颜这种东西 永远是女人最在意的天赋 薛元玉凤 今年五十一岁 但作为一个天玄后妻的选者 她看上去 不过是连三十岁都不到的少妇 如果在打扮上少女化一些 和凌云站在一起 说是她妹妹都会有人信 相貌也属于上乘 但要分参照物 若是和大多数女子相比 她是个货真价实的美人 但如果和夏清月相比 难听点说 简直就是烂泥与彩云的差别 凌云的那一件 堪称金饰 面纱被击落 夏清月也是始料未及 看着全场的反应 她悠悠一叹 血手抬起 将一张新的冰纱附在了脸上 重新遮蔽了 让天地失色 日月无光的青室容颜 世间最美丽的光彩 被无情的眼下 也让无数痴迷中的魂魄 终于苏醒了过来 她 她是仙女吗 一个宗门弟子 痴痴呆呆的低语道 女人 居然可以漂亮到这种程度 我刚才感觉到 自己的魂魄 都不知飞哪里去了 传说中的雪公主 最多也是如此吧 雪公主 雪公主是谁 啥 你连天玄第一美女 雪公主都不知道 她是神皇帝国的唯一黄女 在十三岁那年 就是公认的天玄大陆第一美女 被神皇帝国的人 称作上天的宠女 神皇帝国的明珠 上天赐予神皇帝国的瑰宝 在神皇帝国 是信仰一般的存在 神皇帝国的人 可以不知道皇帝是谁 可以不知道凤凰神宗 但绝对没有一个人 不知道雪公主 听说有无数的绝顶画师 想要画出雪公主的样子 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 神皇帝国的第一画师 见到雪公主时 直接丢笔 说 就算是全天下的画师齐聚 也根本不可能 画出雪公主的一丝神韵 哇 才十三岁 就被称作天玄第一美女 会不会太夸张了些 难道 她比夏仙子还要漂亮吗 不知道 不过应该不可能吧 夏仙子完全美到了 我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程度 我实在无法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能有比她更美的人存在 本章完 第236章 冰皇穷化灵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我要得到它 我一定要得到它 萧狂羽和萧狂雷胸口起伏 心中发出了一模一样的声音 她们贵为萧宗宗主之子 未来傲视天下的人物 女人在她们眼中 一直都只是男人的附属物 她们从未想过 也不相信 这世上能有女人让她们失心 但如今 这个女人出现了 她们甚至深深地感觉到 若能得到这个女子 才是真正的不枉此生 才是真正的人生巅峰 与之相比 未来的萧宗之主的地位 都显得毫无吸引力 而这 也是在场几乎有足够资本的男子的想法 而没有足够资本的 只能在无尽的经验之后 自残行贿 剩余的 只有回荡在星海 如天边云影般的幻想 居然更加漂亮了 这才十七岁而已 再过几年 那还得了 云彻小声地低念叨 看着周围人的反应 她没有一点点的虚荣感 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经验全场的少女 可是她明媒正娶的妻子 不过她相信 如果这个事实公开的话 她必定会被无数极度怨恨的眼神 刺成马蜂窝 夏清月一直都知道自己的美丽 但她并不认为 那是多么重要的天赋 很多时候 她甚至希望自己的相貌 可以平凡一些 这次来参加排位战 遮蔽容颜 是公主的亲令 她自己也毫无抗拒 楚月里也交代过她 一定不要让面部的冰沙掉落 但凌云那如流光般的神奇一件 让这个她不想看的意外 还是发生 凌云 终究是凌云 不过 这对夏清月的心境 并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 从冰沙掉落到容颜 再次被遮掩的过程 她也仅仅只是 发出一声轻然的叹息而已 但她面前的凌云就不一样了 向来见一手心 心无点尘的凌云 呼吸却明显已经大乱 眼波也不再是平静凛然 而是泛起了久久没有平息的动荡 这对凌云而言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第一次在一个正在交战的对手面前 心神大乱 就如当年看到楚月禅真言的凌云风 凌云的实力之强 毋庸置疑 她刚才那一件 如果不是手下留情 只切裂了她的衣裳和面纱 而是切向她的喉管的话 她说不定连命都已丢掉 虽然她有着无与伦比的天赋 但她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实战经验太浅 这种东西 是再高的天赋 也难以弥补的 这一点上 她比之云彻 差了十万八千里 不过 这也为夏清月敲响了警钟 面对凌云这个可怕的对手 她已经不能 再有任何的保留 手中的冰晶 长剑被她收回 她右臂轻浮 一环白芒 忽然在她身边飘动 化作一条舞动的白色长铃 白色长铃半尺来宽 长置两丈 通体白银似玉 滑顺如断 光可见人 遥与上空洒下的光辉相应 服役着一片朦胧光泽 周身浮动着飘渺神秘的冰灵 长铃寺有着灵性一般 如一条白色的灵蛇 围绕着夏清月的身体 环绕飘动 洒落的冰灵 与她周围的冰华交缠在一起 美不胜收 那是 是冰云仙宫的天玄器 冰皇琼华灵 水无霜和无血星被淘汰后 她果然是被交到了夏清月的手上 不过听说冰皇琼华灵极其难以驾驭 想要发挥出她的些许实力 不但要至少地玄境的旋力 冰云绝也要在五重以上 她的对手可是凌云 凌云对天渊剑的驾驭 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她就算是拿出冰皇琼华灵 也不可能有什么转机吧 顶多是稍微挣扎一下 冰云仙宫的唯一天玄器一出现 自然引发全场注目 而夏清月在这时 做了一个很奇怪的动作 她伸出雪白的玉手 抓住了脖梗间的那个 看上去平平无奇的白玉吊坠 将之轻轻地拉了下来 白玉吊坠离体的那一刻 夏清月身上释放的旋力气息 忽然间暴涨 短短一息之间 便从原本的灵旋径八级 跨越到灵旋径九级 随之到了灵旋径十级 然后直线突破灵旋径的范畴 到达地旋径一级 地旋径二级 最终 定格在了地旋径三级 旋力气息的强度 和灵云直接持平 这样的变化 旋力层次不够的年轻选者 当然无法察觉的真切 但那些实力 都在地旋之上长着闷 全部大惊失色 在极度的震惊中 全部从作息上做起 是 什么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这届的牌位战 林月峰有多次的惊讶 和出乎意料 但所有的加起来 也不及这一刻的惊骇 不仅仅是他 除了冰云先攻的人 所有感觉到 夏清月旋力变化的人 包括萧绝天 坟墨离 萧伯云 秦无忧 等等所有 那震惊的表情 就如亲眼看到了 天宫楼宇一般 秦府主 怎么了 忽然站起的 秦无伤 那剧烈的表情变化 引得云彻和苍月 连忙询问 秦无伤狠狠地 大喘一口气 用一种极度干涩的声音 艰难地道 竟然是 地玄境 三级 啊 苍月和夏圆霸 全部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云彻的神情 也直接僵硬在那里 眼眸深处 闪过深深的惊燃 在排位战前的旋力测试中 凌云展示出了 地玄境三级的旋力 震惊了全场 但人们虽然感觉震惊 但并没有太多的 不可接受感 因为凌云在十七岁时 就以凌玄境九级 以她的惊人天资 二十岁时 突破到地玄境三级 也不是太过夸张 但 夏圆月今年才十七岁 十七岁的地玄境三级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将凌云这个公认的 苍丰帝国年轻一辈 第一人给碾压 还是彻底碾压的天资 在苍丰帝国的完整历史上 也是从未有过 是当之无愧 毫无折扣的千古第一人 哼 果然是隐藏了玄力 我居然一直没注意到 是她那条项链的关系 茉莉冷哼一声道 云彻 夏圆月从脖梗上取下的项链 名为冰蒙之珠 可完美地将佩戴者的旋力 进行任意程度地压制 没错 是压制 而非那种很容易被察觉地隐藏 除非以旋力去刻意地关注 这条并不起眼的项链 否则纵然是王座 也绝难发现 当初在流云城时 夏圆月的真正旋力 也是隐藏在这兵蒙之珠下 在这场排位战上 隐藏旋力 当然是夏圆月必然的选择 否则 若他直接展露自己真正的旋力 那么 可想而知 会引发一场怎样的轰动与骚动 十七岁的地玄境 已是前无古人 而十七岁的地玄境三级 这样的天赋天资 已让在场的人根本找不出语言去形容 强如萧宗 焚天门 甚至天剑山庄 也完全不会认为自己 有能培养出这样一个弟子的能力 绝世的容颜经验全场 随之 又是如此惊世的天资 展露人前 那些震惊中的强者们 不由得去怀疑 这个才十七岁的少女 会不会根本不是凡人 而是天宫玉帝的送入人间的天之公主 所以才会受到 上天如此不遗余力的眷顾 这场对决 在人们眼里 本该是属于凌云的单方面碾压 但此时 状况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年前 灵玄境九级的凌云 轻松战胜 灵玄境十级的慕灵玄 她毫无疑问 有着很强的越级挑战能力 所以从这一点上 灵玄应该依然占优 但已够不成碾压 而就资质而言 她在夏清月面前 已是败的一败涂地 与之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 整个苍丰帝国 也根本不可能再找出一个 能与她哪怕相提并论的人 距离夏清月最近的灵玄 最她的旋力变化 感知的最真切 新潮简直动荡的 就如翻滚的海涛 难以平息 视线之中 夏清月缓缓地伸出了手臂 随着她这个很小的动作 冰黄穷华林舞动的轨迹 也发生了变化 变得更加清零飘渺 就如一只俏皮的精灵 在围绕着绝美的仙子 尽情嬉戏 半只被割裂的衣袖 无声垂下 露出小半截玉壁 白细的肤色几乎透明 如由世间在完美无瑕的 白玉精心雕琢 美幻绝伦 林公子 多谢刚才一见手下留情 否则 清月已经败了 接下来 清月会全力以赴 天籁般动人声音 从她花瓣一般的唇间飘渺而出 在凌云的耳边萦绕徘徊 让她目光正然 久久没有反应 这时 她的心海之中 忽然传来林月峰的一声 冷然呵斥 于而 集中精神 林月峰的灵魂传音 如在凌云的头上 浇了一盆冷水 让她瞬间清醒 她以最快的速度 并除杂念 收敛心神 剑一归心 她没有说话 以剑事 做了回答 天渊剑前指 剑尖之处 空间出现了 大幅度的扭曲 一股无与伦比的剑尸释放 如一波无形的浪潮般 席卷了整个论剑台 一时间 她仿佛成了天地的中心 连相距很远的看众们 也清楚地感受到了 一股逼人的气势 那种感觉 仿佛被人用刀尖指着眉心 浑身冰寒 比至凌亚手持双剑时的剑尸 还要强盛近十倍 一剑刺出 天渊翁明 一瞬间 凌云整个人消失了 人们的眼睛所能捕捉到的 只有那一线青色的剑芒 还有那一道清晰的空间连衣 没错 那是实实在在 真真实实 通过切裂空间所带起的空间连衣 而飞灵节 以剑微荡起的小幅度空间扭曲 两者之间 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旋力全开的夏清月灵觉 也自然大幅度提升 这一剑在他眼中 不再是无际可循 他上身微动 冰皇穷华灵瞬间起舞 白芒飘动间 精准地触碰在飞刺 而来的天渊剑上 下一瞬间 冰皇穷华灵 就如忽然醒来的灵蛇 顺着剑身闪电般的缠绕其上 与此同时 一股足以让空间冻结的寒气 骤然爆发 本章完 第237章 剑林分身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冰皇穷华灵 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武器 类似于边 但与边幼 有着很大的不同 它的一些特性 更是独有 凌云交手过的对手无数 但遇到灵这类武器 还数第一次 不过可以看得出 缠绕 是这种武器的核心攻击手段之一 但与云全然没有想到 它的缠绕 竟是如此的迅疾和霸道 一股几乎无法抗拒的大力 从手上骤然传来 让它猝不及防肩 天渊剑被直接脱手卷走 与云虽惊不乱 闪电般后撤 避过冰皇穷华灵的攻击 手掌伸出 剑一涌动 被卷起的天渊剑 在冰皇穷华灵间 一阵剧烈挣扎后 快速脱离 自行飞回到了它的手中 天剑雷截 天渊剑一甩 一阵雷电霹雳声震耳地响起 一百多道剑光 就如雷电之芒一般 轰向夏清月 冰皇穷华灵转弓为首 环绕它的躯体快速旋转 将一道道雷电剑芒全部挡下 而凌云的绝命一击 也在这时如奔雷般刺来 那仿佛引入空间夹缝的剑芒 直取冰皇穷华灵舞动时 微小的破绽 面对这危险一剑 原本蜿蜒如蛇的冰皇穷华灵 忽然崩直射出 与天渊剑正面撞击在了一起 随着丁的一声刺耳响动 冰皇穷华灵 就这么与天渊剑紧紧相抵 原本柔软如断的长灵 此时却仿佛化作了坚不可摧的金刚 将凌云注满剑翼的一剑 都完全挡下 碰 随着一朵冰莲的爆开 夏清月与凌云被同时向后震开 夏清月轻秒落地 凌云落地时 双臂却已包裹了一层层厚厚的冰晶 他未一动眉 才将冰晶震落 随之以无比惊异的目光 看着那道雪白长灵 那明明只是一道长灵 为什么竟能变得和剑一样坚然 竟然能把这最能驾驭的冰皇穷华灵 施展得如此收放自如 这怎么可能 林月峰师生惊喊道 而如果让他知道 夏清月接触冰皇穷华灵 才只有一年的时间 不知会不会惊得当场晕过去 冰皇穷华灵之中 封印着一部分冰皇之魂 极难驾驭 公主当年 用了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 才算的能发挥他十成的威力 而清月只用了一年 便可发挥出近七成的威力 这样的悟性 再过千年 武功也几乎不可能出现第二个 楚月里赞叹着道 天渊剑为天玄器 冰皇穷华灵也为天玄器 但天玄器与天玄器之间 也有着差别 天剑山庄的无极剑 为上品天玄器 天渊剑与天阳剑 大致为中品 而冰皇穷华灵 则为货真价实的上品天玄器 就驾驭程度而言 夏清月也似乎不输于 已得到天渊剑三年的凌云 所以武器之上 夏清月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刚才几个照面的碰撞 凌云也隐隐察觉到了这一点 而武器上的差距 他全然不惧 而让他真正心惊的 是夏清月的旋力底蕴 竟是丝毫不下于他 哼 凌云一声大吼 双目之中的眼白快速收缩 放大的瞳孔之中 映出了两感凌厉的剑影 他全身剑意毫无保留的调动 浓烈到了近乎画质实质 一眼看去 他的身体周围 就如有一束透明的火焰在燃烧 死了 凌云剑出 荡起如风暴一般的漫天剑影 凌云的剑势变化 也让夏清月欠眉微动 冰皇穷华林凌空飞舞 一股刺骨的寒气 照向凌云的漫天剑影 碰 凌云构亲自剑起的旋力屏障 在他们旋力碰撞的那一瞬间 直接崩裂 这届排位战两个地旋径的超级强者 也在这一刻 终于步入了真正的权力对决 剑似流光闪电 而凌时而眠若云雾 时而又坚如悬兵 或缠 或扫 或刺 或斩 变幻万千 而如此多的变化 在夏清月的手中 却舞动得轻松血液 毫无晦瑟 初次对上这样的武器 换作一个普通人 必定眼花缭乱 应接不暇 但凌云毕竟是凌云 他的剑技看似急功 实则全为虚晃 四弓十手 以眼睛和意念 全面捕捉冰皇穷华林的各种变化 三百多剑后 他已有所适应 转手为攻 渐渐直取冰皇穷华林的破绽 是 剑光闪动 平整的地面上 陷出了十几道深深的硬痕 哄 冰皇穷华林轻轻浮地 而就是这个看上去软绵绵的浮动 却带起一声震耳的巨响 一道裂痕 伴随着惊人的寒气急速蔓延 一直蔓延到灵无垢的脚下 惊得他连连退步 凌云飞升而起 踏空而行 每行一步 便会带起一个剑刃风旋 在他 冲至夏清月身前时 三十多个剑刃风旋 从不同的方向 席卷向夏清月 每一股剑刃风旋中 都蕴藏着至几十道剑芒 前方凌云 周围卷来几十个剑刃风旋 这是一个让人胆寒的绝望之境 夏清月神色田径无波 随着冰皇穷华林的轻舞 一个巨大的淡蓝色莲花 在他的脚下 华丽无比地盛开 冰玉莲花 十二片淡蓝色的花瓣 静香占开 释放出如星辰一般璀璨的光芒 而这一次 这朵巨大冰帘 却没有被用作攻击 亦不是防守 而是自发地爆开 花 漫天的冰晶密集地飞舞 与剑芒疯狂相撞 冰晶搅碎着剑芒 剑芒也搅碎着冰晶 混乱的冰帘与剑刃风暴中 天渊剑与冰皇穷华林 也如狂风骤雨般的快速交击着 逐渐地 人们已经看不到了 天渊剑与冰皇穷华林的影像 最后连凌云和夏清月 也只能看到两抹急速掠动的虚影 唯有激烈的碰撞声 以及漫天舞动的冰晶 剑芒 经久不息 大半的论剑台 整整百丈范围 全部被剑芒与冰晶笼罩 就连灵无垢 也被逼退到了百丈之外 周围的人早已看傻 一些长者已快速在作息前 筑起旋力屏障 以防这些力量忽然暴走扩散 伤及宗门年轻弟子 看着论剑台上的激战 他们心中的震惊无以言表 这真的是 两个年轻人之间的对战吗 这种程度的对战 怎么可能是 发生在两个年轻人之间 苍丰皇室作息上 秦无商同样已是看得两眼发直 回想起自己二十岁时的实力 他一阵唏嘘 自言自语道 这两个人 将来都必是苍丰帝国的皇者 尤其是夏清月 更是无人可及 林月峰的神色 越来越凝重 他本还以为 同样是地玄境三级 林云应该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因为碾压同级 对他而言 是轻而易举的事 但 他眼睁睁地看着林云 一点点的清净全力 却始终没有 站得半点上风 一时间 他的心里多了几分焦躁 因为这样的战况 让他无法不想到一种可能 那就是林云战败的可能 而若是林云败了 那么 他将和林杰一样 就此止步半决赛 两兄弟分裂第三 第四位 势力排位 也同样落在第三位 他苍丰帝国第一势力天剑山庄 古往今来从未被撼动过的第一霸主 将只能成为这届排位战的继军 连亚军都没保住 这在天剑山庄的历史上 从未有过 这对天剑山庄的声威 名望 将是无法想象的沉重打击 另一方面 这届排位战第一位的奖励 龙灵宝甲 是林坤从天威剑狱带来 赐予天剑山庄的大礼 他之所以被用作这届排位战第一位的宝物 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 因为赛前 他们自己 以及其他所有的人 都无比确信 这届排位战的第一位 必然属于林云 再也不可能有他人 所以 龙灵宝甲 不但最终 还是归他们天剑山庄 还以此向世人展露了 他天剑山庄的豪大手笔 如果林云败了 这件龙灵宝甲 也将落入他人之手 无论哪个后果 都是天剑山庄绝对不能接受的 看了一眼林岳峰的反应 薛园玉凤安慰道 岳峰 不用担心 别忘了 云儿还有剑林分身没有动用 剑林分身一出 夏清月决然没有赢的可能 天威绝剑 乾坤 天渊剑上 青色的剑芒疯狂暴涨 一直延伸到二十多丈之外 远远看去 林云的手中 就如再握着一把二十多丈长 半丈多宽的庞大巨剑 林云双手齐举 青色剑芒 便如上天的裁绝之剑 轰向夏清月 哄 巨响声中 一道百丈之长 无尺多宽 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 在论剑台上裂开 将论剑台狠狠地切成了两半 而夏清月 已在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远远的高空 她周围濒临缓慢飘动 片片的雪花 从上空徐徐而过 起初 雪花只是零星极朵 随之越来越多 冰冷的风也缓慢吹起 最后 风与雪交融在一起 化作漫天的暴风雪 倾盆而去 这是 冰云绝第六重 引动天雪之境 林月峰大惊失色 据她所知 之前半步王玄的楚月禅 也才是达到了这个境界 夏清月虽然天赋极端惊人 但她天赋再高 又怎么可能以地玄境三级的旋力 达到冰云绝第六重境界 这无关天赋 而是有着最基本旋力法则限制啊 这样的力量 根本已不像是单纯的旋力 而更像是无法抗拒的自然之力 那片片雪花看似娇软 但每一片 都蕴藏着恐怖的寒气 与冰云毁灭之力 林云快速后退 但依旧被铺天盖地的暴风雨笼罩其中 她见光甩动 将暴风雪迅及切割 硬生生地撑住了这个 根本不该属于地玄层面的攻击 而在这时 一道白芒从她的身前忽然飞至 她虽然察觉 但抵御天雪的她 根本无法顾及 被冰黄穷华灵 轻轻地扶在胸口 碰 林云一口鲜血喷出 洒在纯白的雪花之上 而同时 也在这正面受到的一击下 她借力向后远远顿出 脱离了漫天暴风雪的攻击 在空中连续十几个翻滚后 她重重地落在地上 单膝跪地 手撑天渊剑 口中大口喘息着 林月风呼地站起 伸手一抓 林杰手中的天阳剑 被她吸入手中 然后飞至向了凌云 云儿 接剑 凌云抬头 眸中闪过痛苦的挣扎 但她还是伸手把天阳剑抓在手中 眼神 也重新恢复刚毅 之前凌杰对战云彻 便上演了一场凌云铸 而现在 一模一样的场景 竟在凌云身上上演 润剑台亚却无言 谁也没有发出嘘声 因为任谁都知道 这一战 天剑山庄绝对绝对输不起 若是让堂堂苍锋第一势力 至高无上的霸主 沦落到第三位 无疑会是天剑山庄世代 无法抹去的耻辱 林云也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所以 纵然动用双剑 有伤她的傲气与尊严 她也没有拒绝 与天剑山庄的声威相比 她的个人尊严 根本无关紧要 这一战 她必须胜 左手天渊 右手天央 林云缓缓站起 握着天央剑的手 也缓缓松开 失去了持握的天央剑 却诡异地没有跌落 而是就这么悬浮在了那里 林云双手合在身前 眸中 荡动起奇异的光芒 就如剑芒一般灵力 身体周围 也环绕起一股淡灰色的 旋力光芒 剑 零 四 本章完 第238章 领域终结 小说 逆天斜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天央剑的后方 忽然出现了一个虚幻的影子 随着林云口中的低念 和全身旋力的涌动 这个影子快速变得凝实 最后 竟化作了一个毫无虚幻感的人影 和林云一模一样的衣着 和林云一模一样的体型 就连长相 眼神 都一模一样 他伸手抓起了身前的天阳剑 顿时 一股 与林云一模一样 毫无折扣的剑势 释放而出 两个林云站在了一起 除了手中的剑 看上去根本没有任何的不同 云彻嘴巴微张 目露惊然 这是 幻象 残影 惨影 不对 如果是幻想 根本不可能有见识这种东西的存在 但他的身上 却分明释放着 完全不弱于林云的气势 完全就像是另外一个真正的林云 两个林云 在场之人都是当场惊呆 尤其是年轻选者 眼睛都瞪得比牛眼还大 这是什么功法 世界上 怎么会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法 简直就像是变戏法一样 而就算是实力最低的选者 也从第二个林云身上 感受到了完全不弱于真正林云的气势 这是剑林分身 是只有对剑意的理解 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才能释放的特殊剑意技 秦无商臣妹说道 这个剑林分身 是以林云的剑意所化 不但不会对林云本身的实力 有所损耗和分散 而且有着和林云完全一致的旋力 和旋功旋迹 等于另外一个完全一样的林云 不过 剑林分身对精神力 会有着很大的损耗 剑林分身消失的时候 林云也必然会变得极为疲惫 但 以林云的建议 这个剑林分身 至少会存在半刻中的时间 这半刻中 夏清月 将等于同时面对两个林云 一个林云便已无比可怕 两个林云 夏清月别说半刻中 支撑六十息 都极为艰难 秦无商说话间 林云的天渊剑 已直线刺出 一剑惊鸿 这一剑 仿佛切裂了空间 纵然是有一座山月横在前方 也足以被一切而断 夏清月白铃飞舞 迎上了天渊剑 随着大片爆裂之声 剑影与白影击撞在一起 恐怖的声音如雷电齐鸣 而这时 另一个林云 已迂回至夏清月的后方 天渊剑 以同样灵力的气势 一剑刺来 除非动用打破正常规则的力量 否则夏清月的旋力 只能勉强与林云势均力敌 而动用超越规则的力量 无疑会有着巨大的消耗 绝不是能频繁发动的 夏清月 可以与一个林云抗衡 但绝对不可能 同样面对两个林云 冰联爆开 夏清月已迅速移位 但两个林云如影随形 一轻一乘两把天旋剑 支起两张巨大的剑网 将夏清月牢牢地封锁其中 天渊剑与天阳剑的力量 本就互俯互生 此时双人双剑何必 威力绝不是倍增那么简单 咔 整个论剑抬猛的一阵 下方的抬石 被冲出了大片蜘蛛网状的裂痕 朵朵冰联在夏清月身边绽放 但马上便会被倾城剑气角的粉碎 逐渐地攻击冰联越来越少 防御冰联越来越多 到最后 所有的冰联全部集中于防御 冰皇穷华灵也转为全力防御状态 环绕着夏清月的身体快速飞舞 抵御着来自两把剑的连绵不绝的剑气 纵然如此 依旧显向还生 被凌云步步逼退 没想到 凌云居然已经可以动用剑灵分身 姐姐 我记得当年 你也是因为凌云峰使用了这招诡异的剑灵分身 你才被打败的 楚月里开口道 声音轻缓 神情冷然 虽然夏清月已陷入了绝对的劣势 但她却似乎不显得焦急 楚月缠面若寒霜 没有回答 楚月里闭上眼睛 发起了灵魂传音 清月 看来已别无选择了 动用领域吧 相信公主知道 灵魂可以剑灵分身后 也不会因你动用领域 而怪责于你 正竭力对抗两个灵魂的夏清月 动作一致 忽而 她身上冰灵飘动 一个巨大的冰玉莲花在脚下爆开 将两个灵魂同时逼退 两个灵魂退彻十丈之外 又马上闪电般逼近 而这时 夏清月的身上 忽然释放出了大片冰蓝色的光芒 她双目闭合 脸色如冰雪般田径 随着她双臂缓慢地张开 漆黑的如墨的长发 无风飘起 一股凛冽无比的寒风 忽然从苍穹之上呼啸而下 冰 云 领 月 滴滴的轻盈 从她的唇间缓慢吐出 煞时 仿佛眼前的世界忽然切换 她周围的摆占空间 瞬间变成冰蓝一片 在这片巨大的冰蓝领域之中 空气变得如炼狱一般的寒冷 漫天冰霜无声而落 空气中的水元素也被快速凝成无数冰晶 很快在地面之上 铺了一层越来越厚的银白 两个凌云的动作同时停滞 全身急速凝结起冰层 脸上更是露出深深的亥然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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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玉 没等凌月峰惊声出口 薛元玉凤一把抓住了凌月峰的手 狮声喊道 凌昆的脸色也顿时发生了变化 震惊之后 他滴滴一声 自语道 真不愧是 无视规则的九玄玲珑体 凌 领域 不 不可能 这不可能 领域 不是王座的力量吗 但 这分明就是领域之力 还是一个完整的领域 这次 不光是年轻选者 就连那些 长着都全部惊呆 领域 对年轻选者们来说 还太遥远 而他们这些长着 可是深深知道领域的概念 而领域这种力量 还是他们毕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领域 领域 零无垢呆呆地看着眼前变成冰蓝色的世界 一张脸在呆滞中彻底僵硬 他如今天玄境八级 有生之年冲击王玄境的可能性极其渺茫 而能施展领域 便是一个王座之力的标志性证明 但这对他而言 只能是可梦而不可及的梦想 但他的这个梦想 却在一个只有17岁的少女身上 完整地呈现 夏清月的这个冰云领域 在威力上 当然不能和楚月禅当初用处的相比 但完整度上 却要完全超过 毕竟 当时半步王玄的楚月禅 所能施展的 顶多只是半个冰云领域 而夏清月的这个 却是完完整整 冰云领域之内 冰冷 飞雪 冰霜 冰雾 寒风 所有的一切都化作了有益于夏清月的元素 同时也在所有方面 极大幅度地限制了凌云 恐怖的寒冷追星刺骨 让凌云的身体 从体表寒到体内 漫天的风雪 冰雾 遮蔽着他的视线 起初 他还能竭力支撑 但逐渐的 他的身体越来越僵硬 无论是身体速度 还是剑速 都大幅度下降 就连剑势 也如被冰封一般 越来越弱 叮 来自凌云的所有剑盲 被直接冻结在了半空 就连天渊剑与天阳剑之上 也快速蔓延上了厚厚的冰层 冰云领域的世界 就如一个寒冰地狱 若没有同等强度的领域 进行抵消 承受的将是持续的 冰域追魂之苦 地玄境三级的凌云 别说两个 就算是十个 一百个 也不可能筑起一个真正的领域 凌云骇然视错间 他的脚下 胸前 也已在不知不觉间 结起厚厚的冰层 冰皇琼华林当空袭来 但他僵硬的身体 已变得不再听使欢 移动得无比缓慢 拼 胸口的冰层轰然破碎 这一击 夏清月并没有流利 将凌云远远的轰飞出去 一直飞出了百丈 落在了冰云领域之外 碰 凌云狠狠地砸落在地上 剑林分身在他落地的那一刹那 消失在了那里 天阳剑也无力地掉落在地上 在冰云领域中 他被冰封的 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旋力 受到攻击时 他的旋力防御极为孱弱 这一击让他受到了不轻的内伤 剑林分身的溃散 更是让他灵魂里受到重创 他眼前的世界一片混乱 身体一阵挣扎 却始终没有站起 少 少庄主 林无垢急步冲过去 把凌云扶了起来 一碰触到他 才发现 他的身体 简直冷得如冰块一般 我 认输 缓缓地睁开眼睛 林云艰难无比地说出 这两个曾经以为 这辈子都不会说出的字 然后脑袋一歪 昏死了过去 最初和夏清月平分秋色 使出剑林分身后 他大战上风 而夏清月的冰云领域一发动 他在转眼之间 便一败涂地 因为那是 超越了旋力法则 根本不该出现在 地旋境界的力量 他没有一丝抗衡的能力 林月峰重重地坐回到座位上 然后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在冰云领域出现的那一刻 他就知道 林云败了 天剑山庄也败了 一丝侥幸都不可能有 他明明只是地旋境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林月峰一生生地诗神低念着 直到现在 他依然无法接受 这所有人亲眼所见的一幕 林云认输 冰云先攻下清月圣 进入明日的最终战 林无垢站起身来 用一种带着明显痛苦的声音 宣布了这一个赛前 谁也爱有料到的结果 林云 败了 居然是林云败了 他们难以想象 如果这个结果传了出去 苍锋帝国会引发一个多么巨大的轰动 而若是一个地旋境的旋者 可以动用领域的消息传了出去 震惊地 将毫无疑问是整个天旋大陆 半步王旋的强者中 有些天赋异禀的 可强行施展不完整的领域 但从未听说 有人可在地旋境发动领域 还是完整的领域 冰蓝色的领域缓慢消失 在所有人带着深深震惊 和难以置信的注目下 夏清月从空中飘下 落地时 她的身体轻轻一晃 高耸的胸脯 也出现了剧烈的起伏 脸色 更是蒙上了一层不正常的苍白 以地旋境的旋力 发动属于王座的结界 可想而知会给她带来 多么巨大的消耗 这个绚丽的兵云结界 她在全胜状态下 也最多只能勉强维持 二十息的时间 玄石重新立于论剑台中心 上面显示出了 明日最终战的两人 苍锋皇室云彻 对战 兵云先攻下清月 本章完 第239章 夫妻之战 1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四位战的两场比赛 都已让人始料未及的结果结束 云彻与凌杰的对决 让人们饱餐了一顿视觉盛宴 而下清月与凌云的对决 则彻彻底底地打破了所有人的认知 对战结束之后 目睹对战全程的人 内心久久无法平息 排位战 二十岁之下年轻人的对决 居然出现了领域 唉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老了 年轻人的时代 已经提前到来 一个凌云 已让我们这些老东西汗颜 而下清月 在这个女娃娃的面前 我竟有些抬不起头的感觉 一个鼎盛宗门的老者感叹着道 PS 别问我 长江是怎么回事 我完全不知道 这也是好事 至少证明着我们苍锋帝国的玄界未来 可以达到更高的层面 兵云先公也不知道 是从哪里找来的这个弟子 这场排位战结束后 下清月这个名字 将阵战整个苍锋帝国 年轻一代第一人的名号 也要一主了 让天剑山庄成为陪衬 这个女娃娃 无疑是历史上的第一人 相信天剑山庄 现在一定不好受吧 所有的议论声 都集中在了下清月身上 却先有几人提到 明日对战的另一个主角云彻 这也难怪 云彻和凌杰的对决虽然精彩 但比这凌云和夏清月的对决 差了至少好几个档次 云彻胜凌杰 也胜得不是那么容易 还折了武器 无论如何 都不可能是连凌云都击败 还可以施展领域的夏清月的对手 夏清月领域一出 或许整个地玄境范畴 都无人是她的对手 这种超脱境界 和旋力规则的能力 简直就像是上天给开的金手指 天剑山庄的人现在的确不好说 被凌云冻结躯体和经脉 又被夏清月一击创伤 还伴随着施展剑林分身的后遗症 凌云整整昏迷了三个时辰 都还未醒来 昏迷中的凌云 脸色苍白 眉宇间不知闪过痛苦的神情 不知是因为身体上的痛苦 还是在年轻一代 从无敌手的她 无法承受当众惨败 也让天剑山庄蒙羞的结局 鱼儿还未醒吗 林月峰走过来 脸色无喜无悲 还没有 剑林分身不是自行消失 而是被击溃 大哥的灵魂应该也受到了不小的创伤 不过再过一两个时辰 应该就醒过来了 林杰担心得到 哎 林月峰常常一叹 闭上了眼睛 这两战 你和你大哥都发挥出了全部实力 我们败的无话可说 看来 是我这些年太过自傲 和坐井观天了 我们天剑山庄的霸主时代 就要就此终结了吗 夜幕降临 天空残月高挂 无声地倾洒下 皎洁的月盲 月盲之下 夏清月静坐在荷花池旁 手托相塞 静静地看着天空并不圆满的明月 谋若近水 毫无涟漪 不知在想着什么 寒风微飘 一个雪白的倩影 无声地来到她身侧 夏清月垂下目光 站起身来 轻轻一礼 失薄 楚月缠微微汗手 然后伸出玉手 手心之中 是一枚如雪 一般纯白 又释放月一般光芒的药丹 你今天动用领域 元气小伤 明月最多恢复六成 扶下它 便可以恢复十成 冰魄回天丹 夏清月美眸哑然 却没有结果 冰魄回天丹珍贵无比 不应该浪费在清月的身上 你是冰云先公未来的支柱与希望 公主之位 将来也非你莫属 任何珍奇的东西 用在你身上 都不是浪费 扶下吧 楚月缠在冰云先公 有着仅次于公主的声望与威严 夏清月不再抗拒 伸手接过 然后直接浮入口中 谢谢师伯 冰魄回天丹入体 周围的夜风忽然变得冷凌 卷动着天地元气 快速地涌入夏清月体内 让她损伤的元气和旋力 以极快的速度回复着 楚月常看了夏清月一会儿 眼神一阵复杂的变换 清语道 清月 明日一战 千万不要小看了对手 更不要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就实力而言 她虽然有所隐藏 但就算全部释放 也远远不如你 你的领域之内 天玄境之下 也的确无人是你的对手 但 她有两件东西 是你远远不及的 夏清月抬眸 角月般的美眸中 危险亚然 请师伯指教 第一 是她的战斗经验 和敏锐到极点的无感 她的战斗经验 和威静之时的反应 判断和决断 不要说你 纵然是我 都远远不及 第二 是她的毅力和爆发力 即使她被你压制到 毫无还手之力的绝境 也千万不要以为 她败了 相反 绝境之下的她 或许会变得更加可怕 常人的毅力 可以从身体里 压榨出最后的力量 而绝境之下的她 可以从灵魂中压榨力量 明日一战 你非但不会轻松 或许 还会陷入苦战 这不是虚言 而是我 作为师伯 对你的忠告 甚至你就算败了 我也不会太惊讶 楚月禅的话 让夏清月的美眸之中 引满了深深的惊讶 楚月禅心如悬兵 心情清冷 平日里极少说话 字字如今 她是第一次 听这个人人敬畏的师伯 一次说出如此多的话 而她的所有话 都是在给予一个男子 高到极点的评价 高到近乎不真实的评价 如果不是楚月禅亲口说话 她根本无法去相信 是 师伯的话 清月会牢记 夏清月轻轻地道 随之 她稍稍犹豫 还是问道 清月有一个冒昧的问题 想要问师伯 你是想问 我为什么那么了解她吗 楚月禅微微闭目 是 楚月禅转过身去 就在夏清月以为她要离开时 她却忽然悠悠说道 当初为了给你炼制冰心御叶 我离宫 去寻取三颗冰系天玄兽的玄丹 在得到第三颗玄丹时 我不慎伸染剧毒 然后就遇到了她 她帮我解掉身上剧毒 也因此 让我欠她一个人情 夏清月粉唇张开 目光颤荡 我回宫之后两月便再次离宫 之后 我消失了五个月 那五个月的时间 我便是和她在一起 我为了偿还人情而保护她 但最终 却是她也救了我的命 我得以突破这王玄境 也是因为她 夏清月久久无声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听到的话 连楚月缠自己 也不清楚 为什么会把这些决定 身影心中一辈子的秘密 告诉夏清月 或许 是她内心深处 对她有一种莫名的亏欠 因为毕竟 夏清月是她明媒正娶的妻子 而她作为夏清月的师伯 却 这些话 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你的师父 是 夏清月下意识地点头 脑中一片迷蒙 作为交换 你能否回答 我的一个疑惑 今天的楚月缠 和她说了好多的话 让夏清月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她点头道 师伯请问 楚月缠回眸 声音寒中带柔 我在叫你冰心诀的时候 曾探视过你的意识 发现你并不是真正的喜欢修悬 却又对旋力有着极高的渴望 能告诉我你的理由吗 夏清月一正 一抹微不可查的气伤 从她的眸中一闪而过 她的眸光悄然间变得迷蒙 就算身体周围的冰临 也变得沉静下来 因为 我的母亲 面对楚月缠的坦诚 她没有选择沉默与隐瞒 而是用很轻很轻 如云雾一般的声音回答着 父亲和母亲的相遇很传奇 父亲在城外遇到母亲时 母亲一身是血 正处昏迷之中 醒来之后 她没有任何的记忆 体质也很弱很弱 后来 母亲嫁给了父亲 由于体质太弱 生我时很艰难 也让我险些没有保住 在我四岁那年 母亲忽然恢复了记忆 她走了 是像仙女一样飞走的 走的时候 她抱着我和弟弟 哭得肝肠寸断 她说 如果她不走 会给我们全家带来灾难 她说 她去的那个地方 叫做众神之遇 是我们永远 不可能到达的地方 那之后 父亲虽然依旧坚强 但我经常看到 她在一个人世暗自垂类 十几年过去 她也没有再婚去 弟弟那时懵懵懂懂 长大后 最羡慕的 便是别人可以有母亲 众神之遇 楚月禅的眉头微微收紧 因为以她的阅历 也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你可知 那是个什么地方 夏清月世神的摇头 我不知道 我查过很多的点击 我没有找到过这个名字 所以 你追求无上的旋律 是为了能够达到 某个足够高的境界后 或许便可以知道那个名字 对吗 嗯 夏清月微微点头 抬起雪白的面颊 正正地看着天空的残怨 我只想 一家得以团聚 虽然这个目标或许很遥远 但我相信 在我走得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终有一天 可以看到母亲的身影 这时 一个刻意放轻的脚步声 从庭院外靠近 随之 一个清朗的声音 从庭院大门处传来 在下萧宗萧狂宇 求见贵宫兵月仙子下清月 在下并无他意 只是刚好有一件冰玉穷花钗 刚好适合冰月仙子 也只有 配在冰月仙子的身上 才不会抱殲天物 还请 萧狂宇话未说完 楚月长忽然伸手一推 一股化作实质的寒气 猛然涌动 在庭院门口 筑起一个足有一丈高的厚重冰墙 那扑面而来的刺骨寒气 让萧狂宇惊然失色 迅速后退 脸色一阵抽搐后 却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用力一咬牙 一甩手 性性离开 能让他堂堂萧宗二少如此吃瘪的 整个苍锋帝国 估计也只有冰云仙宫 本章完 第240章 夫妻之战 2 小说 逆天邪神 作者 火星引力 云彻上身挺直 右腿前驱 双目闭合 双手呈握剑式 这个动作 他保持了许久后 忽然睁开了眼睛 口中一声低喝 双臂成披斩撞 落向前方 不过这一连串的动作 只是单纯的动作 毫无气势 你在做什么 茉莉终于忍不住好奇 出声问道 云彻收起双手 微舒一口气 道 茉莉 你觉得明天的一战 我有几分可能性胜过他 如果换作其他的人 和你完全一样的旋律和旋功 那么 战胜夏清月的可能性 完全为零 就算实力全开 也别想撑过十个照面 但你的话 大概有那么一丝丝可能 茉莉淡淡地回答 因为你在要拜的时候 从来都会变成一个拜不起的疯子 嘿嘿 谢谢夸奖 云彻很是得意地笑了起来 夸奖 这是讽刺 茉莉很认真地纠正道 我感觉得出 你也不认为自己 能赢夏清月 但你却又绝不允许自己拜 所以到时候 连我都无法料到 你会做出什么 不要命的举动来 不过 我必须要警告你 最好不要试图 强行动用邪神第三劲 龙神试炼之地 你强行动用邪神第二劲 要不是你的大道浮屠诀 刚好突破 你已经死在那里 不是每一次 都有这么好的天月 我倒也不是拜不起的人 如果明天的对手是凌云 甚至小杰 拜了 我也不会觉得什么 但唯独清月 我绝对不能拜 这不是胜负的问题 而且关系到男人尊严 男人尊严 这是大人之间的事 小孩子不懂的 云彻咧了咧嘴 小孩子 哼 我所知道的东西 剩你千万倍 茉莉不屑地冷哼道 你还没有回答我 你在比划什么 也没有什么 只是在尝试着 能不能根据天狼御神典的总觉 摸索到天狼第二劲的感觉 不过 我显然过于异想天开了 云彻无奈地道 这种形式的摸索 他已尝试过多次 每次都毫无所获 茉莉 你对天狼第二剑 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云彻忽然问道 目前他所有的攻击玄技中 以天狼斩的威力最大 而天狼斩 才是天狼御神典的第一剑 便以如此威力 之后的剑招 必定有着更加惊世骇俗的神威 我当年不过是在看哥哥练剑时 随手翻阅的天狼御神典 只记得总觉和第一剑 说到这里 茉莉似乎想到了什么 威力停顿后 云彻的脑中 忽然多了一连串的画面 画面之中 一个身姿阴挺 看不清念慕的青年男子 正挥舞着一把 比他身躯还要巨大的重剑 重剑的每一次挥舞 都引得风云变色 地动山摇 这 是 这是哥哥练剑时的画面 他的重剑剑招 大部分都是来自天狼御神典 但只有动作 没有玄绝 而且我不保证这些画面 我没有记错和遗漏的地方 你能不能从中有什么收获 就看你自己了 茉莉很不负责的道 云彻不再说话 前下心来 默默地观摸着脑海中 那个身影 舞动重剑的神姿 一遍又一遍 次日 天剑山庄论剑台 太阳还未升起 论剑台 便已坐无虚席 今日 是这届排位战的终结之日 决战的双方 史无前例的 是一对只有17岁的少年少女 一个 是所有参战弟子中 旋力最低 却一路连败旋力远胜自己的对手 最终奇迹般闯入决赛的云彻 他的每一场比赛 都带着或多或少的传奇色彩 他是排位战历史上 第一个 只有真玄境的参战弟子 更是历史上 第一个闯入决赛的 真玄境参战者 而另一个 则是昨日展露真正实力 战胜凌云 震惊全场的夏清月 而经过昨日一战 他已成为所有人口中的 苍锋帝国第一奇才 并取代凌云 成为年轻一辈的第一人 将来 也必是名震苍锋的帝皇级强者 而以往从来都是这场 决战主角的天剑山庄 这次却沦为了单纯的看客 凌月峰来得很早 但一直静静地坐在坐席上 一言不发 昨日战败的凌云 也出现在凌月峰身边 同样沉默不言 但他的表情很平静 至少表面上 他似乎并没有因 昨日的战败 而受到太大的打击 毕竟 不是他太弱 而是对手强大的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今天论剑台本来有两场比赛 第一场是第三位 与第四位的争夺 但这场对战 以战前凌杰提前认输 而直接结束 原本众望所归的第一位凌云 就此排在了第三位 排位战前 众人对排位的前三位 有着诸多的猜测 唯一一致的 便是首位避暑凌云 如果不是经历了昨日 他与夏清月的一战 任谁也不会想到 更不会相信这样的结果 本届排位战最终排位战 苍峰皇室云彻 对战兵云先攻夏清月 请两位登上论剑台 林无垢在论剑台中央高声宣布 于师弟 加油 姐夫 加油 云彻站起身来 忽然侧身道 元爸 你是希望我赢呢 还是希望你姐姐赢呢 啊 夏元爸被问住 他抓了抓脑袋 道 姐夫赢的话 我当然开心 姐姐赢了的话 我当然也会开心 说到这里 夏元爸的双目 灼灼地闪耀起来 哇呀呀 以前只能在梦里出现的排位战 居然是姐姐和姐夫争夺第一位 简直就像是在梦里一样 不过 相比之下的话 我还是 还是更希望姐夫赢 哦 为什么 云彻似笑非笑地问 这个这个 因为姐姐毕竟是女孩子嘛 又是姐夫的妻子 被姐夫打败 好像更合理一些 夏元爸有些懵懵懂懂得到 哈哈 云彻笑了起来 他伸手一拍夏元爸的肩膀 元爸 说得好 作为男人嘛 输给其他人也就罢了 但绝对绝对不能输给自己的老婆 管他是只母老虎 还是一只母凤凰 都一定要把他牢牢的 嗯 骑在身下 夏元爸瞪了瞪眼 呆呆地点头 虽然他还没完全消化完云彻说的话 但总觉得说得好有道理 云彻的这篇歪论 让苍月一阵玩耳 但并没有称怪 这充满着傲气和大男子主义的话 在女子听来本应该是反感的 但从云彻的口中喊出 却一点都不让他觉得诧异 更没有反感 反而有一种 这本就是属于他性情的契合感 数千人注目下 云彻走到了论剑台中心 与夏清月相对而立 此时的夏清月冰沙遮面 让他纵然距离得很近 也无法看到他的面容 不过昨日的惊鸿一瞥 已足以让他生硬心中 两人漠然相对 全场除了有限的几个人 谁都不会想到 这两个看上去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交集的人 会是一对真真正正的夫妻 回想当初迎亲 拜堂 同情 那时 他是刘云成公认的天之娇女 更是早已被收作冰云先公的弟子 而他不过是个悬脉残废 人人蔑视 永无虔诚的废柴 两人的差距犹若天壤 但短短几日的相处 云彻甚至已在夏清月清冷的内心中 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缝隙 但随之而来的变故 让他们提前离散 再见之时 两人的人生轨迹和高度 都已是天翻地覆 当初的她 是天之娇女 即和万千宠爱于一身 如今的她 更是受到上天无数的眷顾 站在了一个让同龄人惊叹 而无法企及的层次之上 而在夏清月眼中 当初那个谗谗弱弱 却有着坚毅深邃目光 在她面前 还有些胆大妄为的少年 却在短短的不到两年之内 奇迹般地 长成了一棵苍天大树 那时的她 只能任人欺凌 最终被无情地逐出家门 如今的她 却可以傲然站立在 这个苍锋帝国最高层次的旋利赛场上 向整个帝国的巅峰强者们 宣告着她的名字 仿佛是命运的奇妙安排 这对本不应该再有交集的夫妻 却同时站在了这个 象征着巅峰的赛场上 对方 是他们最后的对手 清月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排位战吗 云彻首先开口 看着夏清月的眼睛 微笑着道 不等夏清月出声询问 云彻已接着说道 第一个原因 是为了完成血弱师姐的心愿 这一点 我已经做到 至于第二个原因 云彻右手前身 灰光一闪 龙雀剑的剑柄 已被她抓在手中 镶嵌着猙獰龙手的剑尖自然垂落 在一声轰然中灌入脚下的土地中 一股厚重而霸气的气势 也如浪潮一般 向四周汹涌扩散 在我打败你之后 便会告诉你 龙雀一出 毫无意外 天旋之剑的威势 一下子震慑全场 在苍丰帝国 周所周知的天旋武器 一共有七剑 这这把重剑 却是一把从未有人见过的天旋武器 这种气势 是天旋器 还是尚品天旋器 苍丰帝国竟然还存在这样一把天旋器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 难道 是苍丰皇室一直隐藏的质宝吗 看样子还是一把重剑 天旋的重剑 恐怕就是一个天旋镜的强者 都难以驾驭 他能驾驭的了吗 天 天旋重剑 林杰一声惊呼 然后又暗暗一咬牙 怪不得那把地旋重剑断了之后 他都不要我赔 原来他居然还有一把天旋重剑 也就是说 昨天的交手 他都还一直有所保留 根本没用权力 父亲 你怎么了 大哥 你的表情也变得好奇怪 父亲 像不像那把剑 林云忽然道 林月峰没有答话 迅速从空间戒指中取出一本古老的点集 他把点集翻到最前面几页 目光停滞一小会儿后 抬起头来 看向云彻手中的那把巨剑 低声道 根据我们这几天所得到的关于云车的消息 他前一段时间 曾去过死亡荒原 而且在里面整整五个月才出来 的确如此 林云点头 看来是没错了 林月峰把点集合上 收回空间戒指中 那把剑 的确是龙雀无遗 本章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实际上